你知道嗎 所以我媽媽當時 當時我們店長也在那裡 她就照顧 都滿照顧她的 那有一天 我忽然就自己想 要怎樣 我不行就這樣下去了 家裡不僅要顧 孩子又這樣 我那時候 真的 每天有時候都開在肚子 叫天 很幫助 給我賺錢,拜託 不做,給我賺錢 這樣 讓我有慷慨 那不是求菩薩不幫你 實在說 已經慢慢地失去信心 不敢走出門 沒錢,你出門就要錢 對 後來有人說我最悲慘的自殺法 我媽媽… 做了甚麼事 因為你連買木炭的錢都沒有 對 對,我告訴你 而且那天還住在人家 我那個親戚家的 是我老婆那邊的親戚的房子裡面 所以當然也不能… 所以要自殺的人稍微想一下 那間房子不論什麼的房子 你跟店別人那邊是店路線 人家別人不會出去 人家生理怎麼不做 這樣也是作業 不是喔,還連累、署兵、隔壁 你知道嗎 對,跟店一次你這樣還沒完 對,還沒完 對 我聽說你媽媽拿出甚麼事 你跟你老婆提過,提甚麼事 沒有,有時候… 提過說你要死 提過說你要死 提過你要死 真的幾個死死 他說怎樣… 他說怎樣… 你要死…你死了 但是你要記一句話 你若死 你所有說你外出人要照顧家庭 說你外愛外 說你外出良心 你為了孩子做多少事 你死不死人 你什麼都嫁 我現在斷…斷一下 斷誤,你知道嗎? 怕到 沒有啦,你媽媽後面這些話都對 頭前那句話 不要說要死做你去死 那位人後面沒時間聽 叫我去死我 叫我 叫你 他說後面怎麼聽不到 其實我覺得一個人會想自殺 就是因為他否決掉他自己 他沒有…他不知道活著為什麼 我的價值在哪裡 然後我沒有目標 你沒有給別人就是付出 好,那你現在… 你現在已經懂得了 已經知道說這是不對的行為 在面對壓力的時候 你都怎麼樣 面對壓力 沒錯 沒錯 為什麼 你以為呆呆的坐在那裡 你就可以蓬勃發展 你的身邊就更有價值嗎? 錯 趕快找事做 不管你是要幫忙別人 不管你要打電話給朋友去找朋友 或者你要聊天去找工作賺錢做的 對… 多好 對… 你就不要呆呆的坐在那裡 沒錯 沒事做的時候就會想死了 對 壓力說你都知道 所以我跟大家說 這地球是圓的 它圓的 它是這樣繩 但我們把動作是這樣繩 以前是一個阿伯說給我聽 對 他說鐵球 他這樣繩 我回去也欺負他 魷魚做的時候說鐵球 這樣你怎麼把我繩 鐵球 反正他的意思但是很有道理 因為我當我繩子的時候 他跟我說鐵球是圓的 鐵球人很多 死一個 撩一個 也沒有… 我說 不知道什麼事情 我會很沒面子 我會死 他說沒有人在注意你 他說 你沒有那麼偉大 沒有人注意你 也沒有人人 人家大家管自己都管不了 誰去管你 你沒那麼重要 所以你死了跟活了 沒有人知道你 有爸媽會在你 所以他說地球就是這麼多人 這麼多動物 少一隻也不會怎樣 他說地球是圓的 他說你現在回家 你現在怎麼生他 又生得灌起來 那灌的時候你千萬不要太餓 因為一刻他又把你戳下來 又拿下來 他講的雖然是不對的地球 但是道理是對的 所以一直遵行到現在 所以我沒有人家說一句話 你不能… 男女之間都有 我們女兒和朋友都會感到感情的問題 你不能聽他去死 我告訴你 那個地球是圓的 又生了 也是公轉自轉 一直生了 他跟你死後他也是一樣的 他也是一樣的 他也是一樣的生活 他也會為你艱苦 你不要為任何人而活 為自己 當然 也不要為任何人而死 別說了 我現在跟你說這個 求助的諮詢專線 我們還比較困難 我們在專線人家打 二十四點鐘安心的專線 以前都找張老師 不過有時候張老師愛睡 我們找這二十四點鐘的 比較有意思 零八零 剛才那個 恰白白的 求求我 七八八九九五的 記得喔 二十四點鐘生命線 我以前說張老師 現在說有什麼生命線 一九九五一九九 有人幫你叫 富佑專線一一三 張老師專線一九八零 內政部福利關懷專線一九五七 勞惠惠會就業諮詢 零八零零七七七七八八八 求助的地方 各縣市政府衛生局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網站也有 如果不知道真的需要一張 你跟我們說 我們絕對我們會Copy給你 各位朋友 世面是自己的 無人好人會替我們感到說 當然可笑是 我就常常說 我們一個人的靠山出事 正人的靠山來離開 我們當然 既然有正人靠山來最好是 要很老 人家說真好事的時候 而不是說 人家說不介紹 叫做完公司 那點公司寫在哪裡 都會痛苦 你如果怕痛 公司寫聽說更難 所以千萬要愛自己 真愛自己 關懷別人 謝謝大家 謝謝李一如 謝謝